台灣民眾黨全國宣講 第三站在嘉義登場 會中立委張祈凱指出 如果賴清德拒不到立法院 做國情報告 將提案凍結總統府預算 直到他到立院進行國情報告 以及正式表態支持司法人權為止 被問是否跟進 來聽下國民黨立委怎麼說 到今天為止整個辦案的過程 我也沒有觀察到賴總統清德兄 有介入整個個案 或是有某些跡象來簽證 所以是否要上綱到凍結總統府的預算 我想這一點大家可以坐下來探討 那如果有具體的證據 那就可以付出行動 否則的話 因為應該把司法個案歸司法個案 那政治的一個工坊 稍微做一點切割 如果要談到總統府預算的凍結 那我個人就說沒有看到具體的證據以前 那就黨團協商嘛 在野黨緊密的合作 監督執政黨是天津地利 但是國民黨還是會就事論事 跟民眾黨會做很多的溝通 那至於用什麼樣的形式 我們會在這個星期四我們有機會黨團開 黨團大會 我們會做內部的互動 相界表示要經黨團協商 林彥秀則表示需就事論事 沒有正面回應民眾黨團 而近期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捲入政治獻金案 以及金華城官司爭議 遭擠壓禁見 目前檢調調查釐清中 對此民進黨立委 林俊憲表示 不用在那邊搞什麼迂迴戰術 如果要就柯文哲 就直接一點 何不提案全數刪除台北看守所的預算 直接就地釋放不是更快嗎